好 这个小时的全球现场时间要请韩宇来带我们掌握 好的 早安 一早聚焦在昨天大陆高层昨天的一个人事异动 那么中共当局昨天25号就宣布 中共是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免去勤刚他的外交部长的一个职务 那么是由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他来接任 那么根据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签署了第八号的主席令 那么昨天晚上大陆央视新闻 新闻联播则是以两句话交代了秦刚 他被免去了外长职务 不过并没有说他遭到免职的一个原因 会议还审议了任免案 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举行分组会议 25号下午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召开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委员长会议 审议有关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了汇报 委员长会议后举行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那么今年57岁的秦刚 他是在6月25号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那么昨天中共当局发布消息的时间呢 也正好是秦刚他消失满一个月之际 那么秦刚他仅担任外长职务 57个月成为大陆史上任期最短的外长 不过呢他仍保留国务委员一职 所以呢这也代表未来他的政治前进 还有动向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那么其实回顾呢 秦刚他最后一次露面呢 是6月25号 当时他就会见了访中的越南斯里兰卡外长 之后他便是深陷了各种风波 就包括了间谍 还有和女主播的关系等传闻 但是呢对于他消失在公众视野 各界的传闻深夜思起 北京官方是在7月11号表示 秦刚他因为健康的原因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出席印尼的外长会议 因此是由王毅他来代理出席 那么此后呢 其实面对外媒的追问 有关秦刚他的动向的时候 大陆的官方普遍也是维持一贯的回应 表态呢是没有更多的消息 那么就连呢 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长他们也是没有正面的回应 一直是到昨天晚间7点 央视的新闻联播才正式的宣布 消失一个月的秦刚遭到了免职 那么先来回顾昨天在会上 大陆外交部和外媒记者的问答情况 未来几天 秦刚外长有什么外事回悟和安排 谢谢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就是目前是谁在代理外长的职务 谢谢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国的外交活动都在稳步向前推进 就是中国外交部部长目前是哪一位 能明确说一下吗 谢谢 我以前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王毅主任出席有关国际会议 以及一些外事活动的消息 我们都及时发布了 你可以查阅 那么秦刚遭到免去外长职务 由原定是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 他是重新回任重任外长 但是呢 现在外界就很疑惑 究竟中央外办主任和外交部长 这两个职位呢 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么根据大陆媒体 他们报道 首先呢 可以肯定的是 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 他的职位是比外交部长还要大一级 主任呢 他是决策层 而外交部长呢 他是执行层 所以呢 王毅他的职位 现在除了中央外事办的主任以外 同时呢 他也兼任外交部长 这也创下中共政坛的一个首例 而根据大陆外交部网站的一个讯息呢 其实截至今天早上八点 外交部长这个栏位呢 可以看到 他的依旧呢 是显示信息还在更新中 那么其实呢 王毅他在接任外交部长之前呢 基本上所有大陆他们近期的外交活动 基本上都已经是由王毅他来代理 那么在大陆外交部外交活动的页面中呢 王毅他的行程是满档一到三面呢 几乎都是他的出访行程 那么他也出席了 在南非金砖国家安全事务会议 期间呢 他也利用空档式访问土耳其 奈及利亚和坑雅等国 那么王毅他也会见了 俄国的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那么其中呢 他就强调了中俄关系 现在是经得起考验 将会携手反对霸权和强权 这也被解读是在安平美国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24号在南非约翰尼斯堡 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 高级代表知友的会议 他指出网路应该是 百花齐放的大舞台 而非发展数位铁幕的新战场 他表示中方坚决抵制 网路的军备竞赛 反对利用网路推行颜色革命 似乎就是在暗藏美国 而新陈满党的他 也利用空档访问土耳其 耐吉利亚南非以及肯亚 肯方坚定致力于深化肯中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愿同中方加强党际交往 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深化铁路公路水利航空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 实现互利双赢 大陆持续推动非洲国家的一带一路 王毅也在和俄国安全会议秘书 帕特鲁舍夫碰面时 强调会与俄方加强战略沟通 中俄也表示会携手反对霸权强权 值得一提的是 金专国家轮值主席国南非日前 向多国领导人发出70份邀请 然而曾表示希望参加峰会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没收到邀请 而美英等西方国家领导人 也同样未受邀 而王毅之所以形成满党 在与大陆外长秦刚消失在公开场合 各国媒体也持续关注秦刚神隐的原因 但不论媒体记者如何追问 大陆外交部都是同一套说法 在秦刚消失的这一个月可以看到 大陆外交部网站上全是王毅的行程 而尽管毛宁不透露 但路透社报导可能将由大陆外交部副部长 马昭旭接替秦刚的位置 在大陆官方没有正式对外发布消息前 有关秦刚的竹刀传言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记者林涵宗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CTI-798 CTI-798 2013 OB OB CTI-79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